早上 今天是早上2點50分 我們現在已經抵達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 準備要前往北海道 這一次旅程呢 不是只有我們兩個 還有後面兩位 一個是我大學室 一個是我妹 然後他們在後面 看得到嗎 在那邊 那我們現在就等 我們這次搭的是虎航 第一次搭連航 現在這個時間點 應該都沒有貴賓室有開 那邊 那我們就去傳說中的 面前貴賓室去看一下 它到底有沒有開 現在我們已經登機了 那虎航的座位呢 沒有很大 150公分 這樣180公分直接撞前面 對啊 腳痛啊 天啊 然後它這裡是 有桌子 沒電視 聯合你要有電視喔 應該不會給吧 我原本以為有電視 那怎麼辦 嗯 然後有窗戶 有飛機 有機 那我們下飛機見 到北海道了 第一次看到雪 超漂亮 好冷喔 我們已經出境了 入境啦 對 我們已經入境北海道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去 是我們租車Oryx的地方 那我們就過去吧 好冷喔 天啊 你怎麼這麼冰 爽耶 剛剛流了滿盛大汗 現在出來吹吹風 車車 這是我們的車車 這台就是我們今天租的車 這五天四夜 沒想到你開得這麼順 是左邊 右邊 左邊吧 一直都是左邊 第一站我們現在來到Olet 平行千歲機場 所以記得這個Olet 它有停車場 就是什麼P1P2P3P4 你會看到那個就可以停了 好 我們現在先去 看要吃啥 好漂亮喔 我們好像在給人家偶像劇喔 對啊 正啊 你真的在抓啊 你在屁孩 我抓抓 喔 好鬆軟喔 欸 這是第一次摸到雪 原來是雪這種感覺 抓抓 喔 電好扎實喔 好像衛生紙喔 這樣明明冰喔 哈哈 好酷喔 他們就更衣裙 幹嘛老 對 趕快啦 欸 我們不要在這裡玩那麼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Olet有很多停車場 交通非常方便 它的門口好像 我目前看到有兩個 這是側邊的 做的好像城堡喔 做的好像城堡喔 這一個雞拿棒看起來好好吃喔 等一下來買一個好了 欸 它也有踏機耶 我們就選那個 Olet裡面這家咖啡 沒咖啡會死的人 這家看起來很像星巴克 但是它的選擇更多 買了這個咖啡 來喝喝看好不好喝 還 還行 好 跟UCC呢 啊 UCC我們都是喝黑咖啡 對啊 你喝喝看 好 我喝喝看 我喝就知道 正常的味道 就還行啦 可以 蠻濃的 那我們來吃大家一直想吃的雞拿棒 和炸雞 欸 沒有炸雞咧 只剩雞拿棒 這個雞拿棒我剛剛吃了 口感有 但香氣沒有 迪士尼的比較好吃 所以大家選一去迪士尼 拼命的吃雞拿棒 對 欸 迪士尼一根很貴吧 好像雞皮差不多欸 嗯 薯條咧 好吃嗎 不是你妹的 沒關係吃 是你付錢的 好想你吃 它是薯條是這種 就一般的薯條 好的喔 它吃的統一好像是在這個建築物 因為它寫Sora Kitchen 嗯 應該在這裡 我們就去看看吧 嗯 走 走進這個吃飯的地方 有兩排滿滿的扭蛋 然後裡面的環境很大 雖然它只有開一般的餐廳 那我們就先去那邊吃吧 好 先去那裡看 我們要吃這一家的咖哩飯 這是我們點的咖哩飯 它的味道跟我那時候 在東王島吃到一模一樣 用聞就是一樣 應該蠻好吃的 然後這個是你點的咖哩飯 米飯好好吃喔 粒粒分明 但是有點鹹 然後那是阿叉的 跟我的樣 然後這個是 吃完了 這個是第四個 這是湯咖哩 這個就是有珠山休息站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錄什麼 我不知道我其實是想要錄它 這是Ember雙人族 對 我們三個長一模一樣 對 它呢就是有一個休息站 它有展望鎖耶 對 它是可以讓你看東西的吧 對 然後那裡有加油站 有超商 有展望鎖 還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還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 然後後面那裡都是雪 還有山 很漂亮 現在還有下雪的雪景 喔好冷喔 我受不了了 我要進去 我在後面那邊表演 你都不錄我 很冷喔 我怎麼沒感覺 喔這裡好美喔 這家休息站我覺得還不錯 它裡面的投幣式飲料非常的多 它有這種一般常見的投幣級飲料 還有這個投幣的熱咖啡 有黑咖啡 各種咖啡可以選擇 就是這裡自己選 我是想要喝這個啦 而且還有玉米濃湯喔 欸我們要不要一杯抹茶 你不是很愛吃抹茶 我還好 你們就愛喝抹茶 我們可以試試看啊 一杯抹茶一杯咖啡 這裡真的超棒 這休息站 我覺得比那個台灣的休息站好怎麼辦 雖然沒有那麼大 可能主要是因為新鮮吧 好啦 從楊妹外 那這裡有教你購買方式 大家自己看一下 啊不是寫創作 你是我上升是不是 對 然後這個嘛 它製作時間呢要30秒 然後等一下就會出來了 好可愛喔 那多少個 170幣 170 喝喝看你先喝 你有要咬魚嗎還是怎樣嗎 有點甜 它是甜的喔 所以我又被騙了意思嗎 有點甜 但是蠻濃的 那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咖啡 好喝 除了剛剛那兩台販賣機啊 它這邊還有多種的販賣機 而且還有那個 那個玉米濃湯 熱茶 可以選擇 除此之外呢 它裡面的話就是 做得很像超商 但是更厲害的是 它這裡就有那個 北海道的伴手禮 名產 這裡都買得到喔 每一種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怎麼辦 在這裡就想買了 好啊 這個看起來好像鬆餅喔 每個都看起來好好吃喔 我的天啊 還有可愛的公仔娃娃 小鳥欸 小雞 小雞餅乾 好可愛喔 還有貓咪餅乾耶 我在這裡就想買了 然後那裡呢 還有冷藏櫃的飲料 還有雞蛋 牛奶 還有北海道蝦餅耶 之前常看到 對啊 還有這個韓館的拉麵 三都市拉麵 這起司蛋糕看起來好好吃 而且它裡面還有內用座位可以 哇 好滿喔 很漂亮耶 超漂亮的 怎麼了 一次覺得在那個Outlet吃有點浪費 對啊 以後就知道不要再Outlet了 然後它這裡就是有現做的壽司 我們在有珠山休息站買了一個這個 看起來超好吃的可頌的甜點 就是我們在台灣吃還是在這裡吃 在這裡吃吧 在這裡吃喔 嗯 那還有這個 然後這個是我妹買的北海道牛奶 只要看到北海道有寫的牛奶 通通買就對了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人買了這個 很可愛的貓咪餅乾 這應該看起來也不錯喔 我會看到北海道牛奶 都在這裡吃 誰的錢 都在哪裡 好 對 我們沒有進抵達韓館了 在進去飯店之前呢 我們先來超商買東西 那買完以後呢 我們再去看夜景 看完夜景再去吃飯 我來看一下我要吃什麼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好吃耶 买 这个吗 这个我想吃 不知道看起来很像咖啡的东西 很像提拉米苏的东西 现在是2023年2月25号 我们在卢森的甜点柜 有选择站2 好像什么都想买耶 它的甜点看起来都很好吃喔 炸鸡我买了一个原味 一个北海道限定 看到北海道限定就一定要买的 我们现在在办理入住手续 那它入住呢 一个晚上停车费是600块 这一家饭店啊 它还可以自己选寝居用品 好这就是我们北海道五天四夜的第一晚饭店 是住在韩馆 然后它是在JR的旁边 我觉得这里的风景真的很漂亮 你从这里窗户往外看 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铁道风景 然后配合白雪 我觉得这个view真的还很不错 那房间整体而言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大小就还ok 如果用东京的标准来看的话 我觉得大小算偏大一点 因为行李是可以放得下的 对啊 它的那个盥洗用品啊 请具啊 可以自己在下面挑选 对它在一楼可以拿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它有小朋友的 像牙刷跟拖鞋 而且拖鞋很可爱 牙刷也很可爱 对 它的床大小就差不多是这样 就一般标准双人床啦 那它这个桌子就在这里 外面就是窗景 桌子这里呢 诶这是冰箱吗 红冰箱 这里有灯那些有的没的 然后电视有点小台 旁边是可以刮衣架的 那从这里看过去呢 就是它房间的格局 这里就是洗手台 对它这个是镜子啦 然后后面呢就是它的淋浴间 它淋浴间的话是有干湿分离的啊 超赞 就是马桶在这儿 然后淋浴间在这儿 我觉得比较特别是他们的用料 我觉得不错 就是它的沐浴乳啊 洗发乳就是用这种 看起来很厉害 诶这是上次跟去东京住的那个 好像同一个牌子诶 看一下它的淋浴间 它的淋浴间就是不大 但是就是 麻粹削小五脏俱全 这样 很干净 那背后呢就是马桶 马桶就是长这样 而且好像是免制马桶 非常好 那这里就是它的那个 镜子那一面 然后有吸收乳 出口杯在旁边 下面就有毛巾浴巾 在下面应该就是吹风机 嗯 这里的话就是它的全身镜 有室内拖鞋和纸拖鞋 房间就开箱成这样 那刚刚呢 我们也有去录 两张单人床的房型 房间呢我觉得比我们的还大 我也觉得还不错 但是我们的窗景比较好 不过像我们这种的窗景 根本没有意义 对哦 那它还有其他的公共空间 那我们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一下 那它十二楼呢 就是有咖啡 然后还可以看书 有原味 有美式 感觉还不错 那这里还有杯子 还有奶球 糖 这一站我们来到寒管山缆车 要去搭缆车 我们开车的话就停在就是Google导航旁边的停车场 你车子啊会从这里开上来 然后就会看到这个缆山的大层处 然后大层处的对面啊就有这个出口专用 然后你从这里往上就去开 往右手边转绕一圈 就可以看到这个大的停车场 好啦我们进来了 这里是问问题的地方 要买票呢就是要去旁边的机器买 那我们现在去机器那边买吧 那我们现在去机器那边买吧 这边就是有TKMachine 有大人网付 小人网付 我们买大人网付 大人网付两个人三千日元 我们使用现金是吗 对啊 它旁边有写各种支付方式 搭层处在三楼 所以我们就从这走上去就可以搭了 我们是这一批的第一个 它这里有写就是每五分钟一个班次 所以我们就是坐这个缆车上去看夜景 对 这个韩馆山夜景啊 是来韩馆一定要看的景色 我们原本要去看那个武林郭公园 结果因为时间来不及 然后就没有去 而且我们还有订票 这告诉我们就是你第一天下飞机的时候 最好不要去买那种需要订票的地方 搭上缆车之前呢 会先在那个刚刚我们经过的那个地方买票 那这里的缆车官网上面 都有每天的日落时间 还有山顶能见度的实况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展望台呢 它有上下两层 底下是室内的 啊不过拍照会反光 跟我刚好没看到耶 就是大家就一直路顺的一直往上走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到室外超漂亮的 就看到那个夜景真的是美到不行 但是很冷 真的很冷 就让我想到上次那个色谷sky 那个也好冷 差不多冷 这好像更冷 嗯我们先去看夜景 它这个展望台其实原本是可以上去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是封住的不能上去 不然从那里拍下去看到的那个夜景啊 形状更漂亮 不会像现在这么扁平 上面看位比较立体 我觉得它这里的夜景真的很漂亮很值得来看 不过人呢如果你不早一点来的话 大家都是站在第一排摇滚区站在那里聊天 所以你会比较难拍照 你就会需要一点耐心等待 然后冬天来你会动到手超痛 真的是我手的现在有关不起来 对啊痛死了那一种 痛到心坎里去的那一种 所以一定要戴手套 对现在来到二楼 这里就是它的纪念品区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这里看看 我记得它这里好像有一只很可爱的小鸡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刚刚在缆车上面有看到 如果有的话就买小鸡回家 好 这里是它的各种纪念品 还有什么昆布系列 天啊这兔兔包好可爱喔 很适合给虫母杯 那里加郭主义 你看有个兔兔 而且还有兔兔手套 兔兔别人好可爱喔好想买喔 它可以别在帽子上的耶 好像是吧我看不懂日文但看得到帽子 而且它的胸针也好漂亮喔 还有牛牛跟兔子耶 买这个我跟它 也是我们真的买了一个这个 牛牛跟兔子 真可爱耶 嗯 而且它有那种羊毛专的偷啊 它这里好多兔子系列的产品喔 哦 这是韩管限定 这个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它很可爱 很像小鸡 博士 很像麻雀之类的东西 它翅膀怎么看起来那么好笑 好可爱喔 远远了 我发现这个韩管3的那个伴手礼店啊 它的东西都很好买 有那种来到北海道必买的产品 就是六花亭跟这个我不会念 它就是招牌必买的东西都在这里 伴手礼店下来啊 这里就是室内的 然后有烟火耶 这个晚餐我们就是吃幸运小手汉堡 它是来韩管必吃的汉堡 我们点了四个 有三种口味 那它是被日本美食家票选为全日本最好吃的汉堡 所以我们等了45分钟 大排长龙 但其实是点餐的速度比较慢 然后目前在韩管有17家店 然后每一间的装潢都不一样 那每一间的装潢都很缤纷很复古很可爱 它的汉堡必点的就是那个什么第一名的什么中国鸡汉堡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叫中国鸡 那它有内用跟外带我们是选择内用 但其实你不管选择内用还是外带都等一样久 然后我们点了一个牛猪混合的蛋汉堡 这个是什么猪肉汉堡 这个是中国鸡汉堡 这个是中国鸡汉堡 就是唐阳鸡啦 然后这是炸猪排 然后这个是套餐的无糖红茶 好 赞 赞 这个是加了肉酱的起司 其实我有点怀疑这是不是有牛肉的成分 哈哈哈哈 刷在来 因为我妹一口牛也跟我一样不能吃 酥肉很脆很扎实 感觉好像有一点微微的油耗味 但是是还算好吃啦 这吃起来咸甜咸甜的 加上高丽菜会比较耐吃 但是吃久有点腻 肉食主义者的有人也这样觉得 但不错啦 味道算不错 有点像那个照烧酱的炸汁 那你的呢 我觉得这吃起来就是很爽嘛 它肉片很大甜 对 感觉很厚 然后那个味道很丰富 但是他说真的是可以好吃到排了49分钟 我倒是觉得还好 对 但是我觉得它鸡肉不错啊 只是不耐吃 总结有试过就好 排半小时以内有堆的都可以 超过半小时就算了吧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2月26号 我们来到北海道的第二天 今天呢我们就要先去吃早餐 丰盛的早餐 痛风的早餐 那现在就先出发 第一站我们的早餐呢 就是来吃海胆工厂指引的春上海胆 那来北海道就是要吃爆他们的海鲜 它8点半才开 现在就人很多了 因为我知道会排队 所以就想说早一点来 总比等一下大排长龙排更久好 那我们就继续排队 然后等一下进去吃吧 进来以后啊 他就安排你周围每一个人一杯热茶 香喷喷的茶味很浓 它的菜单啊有英文的菜单 但是它里面其实就有著名中英日三种语言 所以大家都看得懂 而且它还有细项说明说 它的丼饭里面加的是什么东西 非常一目瞭然 嗯 那我们点了一个全海胆的 两个两色的丼 就是螃蟹加鲑鱼卵的 因为我们都想吃螃蟹 还有一个杂炊 就是可以吃到海感等质材的鲜味稀饭 天气这么冷 该吃一个这个 然后我们就等餐点 先吃蟹肉 它蟹肉很鲜甜吗? 新鲜 很新鲜又鲜甜 然后肉很细 鲑鱼卵 有啵啵啵啵的感觉 很多汁 但是有点咸 因为我们倒它的酱汁 哦对哦 没有它本来就有点咸 它应该是鲑鱼 腌制的鲜味 是好吃的 真的鲜鲜 如果分量大的话 要点一个大的 因为这碗其实不大 它是S size 我们只是想要尝个鲜 这是海胆 它就是吃的时候 要把那个芥末加到酱油里面 然后再淋上去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吃法 为什么没有点大的? 它的海胆在台湾吃分的差很多 真的假的? 真的差很多 台湾的比较硬 然后这是非常的滑嫩骨粒 很软Q 而且奶味甜味都非常的浓 完全就是没有腥味 然后就是本身海胆的甜味 完全吃起来不会害怕 请点大了 然后这个是海胆粥 它里面有蛋 然后跟海胆 然后听说它里面的海胆分量 会比海胆分的少一些 好好吃哦 真的假的 你不要故意骗我吃粥 它的粥是有一点粒粒分明的口感 它没有那么的软嫩 很好吃啊 充满海鲜的鲜味跟甜味 然后加上蛋的香气更浓 这个也一定要点 但是海胆挺大分的一点 这些超好吃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还有个味噌汤 还有腌制小菜 就这样 等一下见 我们在吃完饭的路上 饭店的对面 到这一家松刚商店 买了那个花枝 很好吃 它有现做 然后也有封装 封装呢 我们买了一个中间夹了起司的500次 这个呢是两路有优惠 所以等于一路1080日圆 那这位小哥呢 他还会现做烤鱼丝 然后请大家吃 很好吃很新鲜 没有腥味 这个可以买 哇又下雪了 有没有浪漫 有好冷 好走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八番板 是很多影剧喜欢取景的地点 是韩馆必来的景点 那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靠海港啊 所以它有比其他城市 更快接受到外来文化的熏陶 所以它就是你沿路可以见到就是 很多异国建筑 怎么拍一种漂亮的一个景点 然后加上大雪纷飞更加的浪漫 我现在整脸整嘴都是雪 我也是 后面应该都是雪 对啊你现在整身后面都是雪 这就很好拍啦 可是现在是好冷喔 很多人都是开车上来到这里取景 然后我们是用走的上来沿路欣赏那个美景 所以是不错可以来 只是真的好冷 那有一个间间的建筑物是教堂 也是一个可以去看的那个建筑物 有没有下山了吗 可以走 来到金森红针仓库这里呢 目前我看到两家金玉桥丑汉毛 那每间店都真的好可爱 真的也不错 金森红针仓库是韩馆第一个营业仓库 现在的红针仓库 依然保持着海运繁荣的风貌 金森红针仓库一共有四座设施 可以在这里购物拍照吃美食 它里面还有这家卖鲜贝的 除了鲜贝还有一些海鲜鸭成的饼干也很好吃 我们买了这个两包 这个一包七百四 是只有这里才有的 那它这里呢 就是只要花一千元以上 就可以免费停车两个小时 然后刚买了一个帽子 你把这个停车券给它 这边就印一个 你消费的时间点 对 那这样就可以两小时免费 另外一栋它这里还有 像卖伴手礼的地方 好像很好吃 这里还有咖啡厅 我买了这两个小废物 合同呢660 这个仓鼠呢528 有没有可爱 有 这是我这是你 它说应该是敏感商品 所以如果有不小心动的话 就给我买吧 听见谅 结果我妹和我室友 在这里买了两个小废包 他们一人买了一个很可爱 一个买了毛茸茸的红砖色 一个买了皮革的奶茶色 蛮好看的 这里的价格啊 其实我们觉得很便宜 上面的标价都比较像是 台湾的标价 通常台湾这里买的东西都很贵 可是在这里买都很便宜 一个东西都一千多一千出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进来看看 说不定可以买到你要的东西 嗯 超买推 结果我们在这个购物中心啊买到了手套 它这个手套可以五根手指露出来 也可以五根手指都收进去 就是你可以露出手指这样子 然后它这个啊是很好滑的 前面的这个黑黑的地方 就是豪华的 这个可以滑啊 那这样多少钱 很便宜哦 一双九百这样双一千八 是不是 超便宜 你来了以后啊 就先在这里写后卫 我们就写历四位 好啦 那我们进来啦 它呢上面有写每一个盘子的价格 然后它这个是中文菜单 你把这个数字 数字写在这 跟它讲你要几盘 然后这个wasabi 要不要 写完以后呢 你就拿这样子 给它们就可以了 这间更是花碗呢 它就是起源于北海道 在东京也吃得到 但是这一家 就是一定要来北海道必吃的 北海道特别好吃 觉得在这里就特别好吃的 回转寿司 是一定要吃的回转寿司 听说食材很新鲜 因为都是产地之中的 那常态性的料理啊 就有超过一百种 也就是回转寿司 就应该可能加一些料理 就有超过一百种 选择超级多 那它还有的那种花蟹 很像味噌汤的东西也是必吃 可是我在那里没看到 我猜应该是要入点的 这里呢 看起来很好吃吧 目前就是先拿了这些 因为上面的东西其实不会转太多 应该是为了要保持食材新鲜度 这个超酷的 你看一整只的蟹饺 然后我在猜这不知道什么 又不像鲑鱼 不知道什么鱼 我对鱼不熟 这个的话很像是鲑鱼卵 不知道什么卵 这个是虾子很搭一只 看起来很甜 这个花枝看起来很新鲜 很好吃 刚刚说必吃的 找了好久 菜单都没有 就发现在这个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点 然后拦了一个店员 跟他讲我要这个 这个 很像是花枝 真的很鲜鲜 很软Q 好甜喔好吃 不过酱油已经沾了很少 但还是觉得有点咸 虾子很大只 好好吃 这个一定要拿 它的虾肉很厚又很脆 这蟹饺 这蟹饺 好浮夸喔 在台湾没有看过 看起来好像也是生的 入口即化 蟹味超浓 螃蟹汤来了 有好多蟹壳 感觉很浓耶 而且还看得到蟹膏的样子 这样有肉又有膏 看起来好厉害喔 然后汤感觉很浓 喝喝看 很鲜很甜也很好喝耶 但是口味比较重 有点咸 觉得口味重可以自己加热水 它的螃蟹好新鲜喔 很鲜甜 这个必点 这个很好喝但是有点咸 我们离开寿司店 然后要前往札幌的路上 它又有一个比较大的休息站 一样是有珠山 它就是双向的 两边都有有珠山的休息站 那东西应该是差不多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 刚好可以看到日落 很漂亮 超美的 这时间来还不错耶 这是我们今天来札幌 住三个晚上的饭店 价格呢非常的夸张 便宜到我还问她说 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她三个晚上两间房间 就total level晚上嘛 只用4700 所以点于一个晚上一间房间 不用800块 超便宜 超便宜的 所以一个人才四百不到耶 就是住到你不会想回家的那一种 因为太便宜了 雜房耶 重点是这个价钱在台湾住 应该住不到什么东西吧 应该只能住一个小套房 或者是 人在台湾就是休息个两小时 之类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间房间吧 这间房间很大耶 对 然后它这里呢 是有可以让你挂衣服的 可以让你放行李的 然后她的走道呢非常的大 旁边呢就有连身镜 右手边呢就是厕所 先去看房间 她的房间呢 就算是气氛灯吗 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汽车旅馆 而且我看她那个网路上的照片的时候 我也觉得 看起来很廉价 我很犹豫要到底要不要选这一家 结果后来进来以后就发现 她们照片可以加强一下 就没有这个困扰了 比较暗一点就比较不像汽车旅馆了啦 她的灯还可以换颜色 这灯好 这个颜色可以 喔 我还以为这个可以拉 我也以为可以拉耶 对的 那这里呢就是她的电视 这里呢就是她的桌椅 还有冰箱 没有东西的 然后冰箱旁边呢有水壶 还有这个茶包 咖啡包那一些 然后这里呢 好像感觉也可以放行李吧 这里还有除臭电话 还有个很可爱的灯 那这个电视呢有点小台 因为房间很大 这是她的厕所 有干湿分离 有那个独立的淋浴间 然后还有浴缸 浴缸也可以淋浴 然后这个是她的洗手台 有个洗手炉 一模一样的牌子 大家都很爱用这个 然后这个是她们的 筷子 对 然后吹风筋 杯子 还有毛巾 雅松牙膏好像在下面拿 我刚刚做D&D的时候 有看到有一篮 北海绕饭店都习惯这样 一篮店都是这样 看起来是这样 它没有什么公共空间啊 什么 比较好的设备啊 没有像昨天那样有什么 嫁重澡堂啊 咖啡喝到饱啊 很好的view啊 什么都没有 但是反应在价格上 真的很便宜 就是你预算有限喔 想要省钱呢 就是选这件没错 那如果你有来找我可以住在家 CP值得很高 这样 那我们就先去吃饭吧 GO 我们现在门口走出来 对面就是 白海道柴雅的超商跟罗森 是不是非常方便 我妹就在这里睡啊 就不要回去啊 她整天都在逛那个超商 走 这边超热闹的 好累喔 一秒来到都市 哇 好 先去吃饭 这是第二街啊 他有本店我们没吃到 因为他好像直接预约客 对 我们连两家他都说没预约没办法 因为他都客满 大家既然来预约 那现在吃什么 饺子黄酱 不要 哈哈哈哈 最后我们来麦当劳吃麦当劳 这是一颗什么米汉堡的油鱼鱼 一个米汉堡的什么海老虾 一个麦香肌 他就是来日本麦当劳点麦香肌的笨蛋 就是他 然后这个是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 你给的那个巧克力 的很像吉拿棒 但应该不是吉拿棒 很像面包 可爱喔 但是这样才4颗喔 哪里这么贵 里面是巧克力酱 然后它表层的奶香很浓 真好吃 米汉堡的鸡 米汉堡的鸡 这个日本麦香肌 吃起来比台湾的 好像有好吃一点 那个肉比较嫩耶 外脆内人又厚 然后里面的酱好像不太好吃 有比较好吃啦 但是日本的肯德鸡真的不好吃 这个吃得很开心 今天是早上了 我们要去帮我们的车子除穴 这个就是我们车子本车 经过一个早上变成这样 很重喔 很重喔 3公斤 好大只喔 今天我们的早餐 1万块台币 帝王蟹 比人还大只的感觉 对 我们帝王蟹来了 它这一家餐厅 是由水产公司自产自销的 所以他们的海鲜都很新鲜 它在外面超多帝王蟹 在那边爬爬爬爬 它的价格大只是1万6 然后小只是8千 1公斤 我们因为一直犹豫不决 它帮我们换了3只帝王蟹 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 有点不想吃那种感觉 对 所以它就直接从1公斤1万6片 1公斤1万2算给我们 所以总共这样花了 4万差不多4万日币 它的帝王蟹可以用成水煮的 跟烤的 然后我们是选择两种 一半一半 那它这里除了帝王蟹 还有其他的螃蟹 还有多种丼饭 所以如果没有预算吃到帝王蟹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海鲜可以选择 你看那个炙烧它的香气 超浓的 对不是炙烧 它是火烤 火烤 它烤过的香气比较浓 那它螃蟹它会帮你剥好 所以处理非常方便 好好吃喔 真的 很新鲜 像1万块花的值得台币 对 必吃 推 我也要吃 真的很 真的很嫩很甜 但是因为我现在有点感冒 所以有点味觉不灵敏 我家嘴巴有点迟钝 但是好吃 真的很鲜 我觉得在家还不错 而且它肉质很细致 好吃 对对是 你看它这一只超大一只呢 大概是你的三根松子出吧 对 差不多啊 我觉得也很嫩 应该没有煮太久 所以没有养分流失的感觉 好大只喔 我觉得火烤的香气比较好 那我要吃吃看水煮的 我喜欢水煮的 我觉得水煮比较鲜嫩 很juicy 水煮的是吃那种鲜嫩程度 烤的是吃香气 它这个汁液比较多 烤的是它会有炭烤的那种火烤香气 都好吃 都好吃 这一间呢我觉得以3.多公斤来讲 4个人吃臭臭鱿鱼 甚至还算是有点多 我觉得有点多耶 对我们来说啦 是因为我感冒 所以我想吐就也吃不下 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可能七八个人来吃 然后点一只 然后你可以点其他的东西 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单调 就是都是第二次 或是五个人点一只啦 就是不要太大吃 除非你真的是大胃王 对不怕是好吃的 只是就量太大了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都小鸟味 不然只要推 嗯 这是传说中的杂环电视塔 上面可以找耶 我们现在来到李小路商店街 来杂环的话 大家一定都会来李小路逛一下 这边就是有很多商店 进驻在一条街里 这一条李小路商店街 好像有超过140年历史 是杂环最有名的商店街 那长度大概是一公里啦 进驻了有200多家商店 所以要来购物的话 就来这里买就对了 那杂环药庄啊 是这里最大的连锁药庄店 不过大家在网路上分享说 还是大国比较便宜 我妹和阿叉也是在查 就是大国比较便宜 我们是不知道啦 因为我们对药庄的需求是还好 家餐应该其实都有大同小异啦 欸扭蛋店呢 欸这是扭蛋店 哇 他们对扭蛋没有兴趣 他们前面那两位就是 一直走一直走 然后一直买一直买 然后我们对扭蛋有兴趣 他们都不看 那怎么办 我觉得这一趟 感觉很像是在购物之旅 对啊 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一直买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看他们两个一直买 这就是杂环药庄 看起来很大欸 嗯 满大的 感觉应该什么都有 我们要吃那个一直没吃 好喔 500块 这个在台湾买超贵的 我们在台南百货公司吃了 对啊 然后这里是500块日币 是不是一定要吃那个啊 吃 这样才可以回本 好 所以你这样不太舒服 你还是要吃喔 你吃一点 这样可能比较舒服也说不定 好 这一支冰在台湾卖一支150 在日本买是一支日币500块 然后换算下来台费都要114块 就算120好了 所以在这里吃一支等于120 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划算 就少30块 这家吃完我们觉得 跟台湾的好像差不多多少 所以价格也差不多 不过还是好吃 大锅药庄到了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吧 我们来看一下他买了什么 一大堆酸井接胖 一大堆肠胃药 感冒药 一大堆护唇膏 哇 真疯欸 插洞 花了3万2 今天的大金竹 都要买多少钱 我来猜 我猜7万 超过5万打17% off 就10%加7% 大金竹买到人家去拆库存 买太多了 直接给你一箱 那边那个洞就是大金竹买的 买光了 最后6万4 不愧是金竹 我们的两大金竹买完了 总共提了三大袋 非常的厉害 算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开车 然后前往小樽 我们到小樽了 这里还不算 这里是停车场 它就是从那个路口进来 整个700块最多 有人在吃冰欸 有冰欸 那里有一家Hello Kitty咖啡屋 好可爱喔 要不要喝咖啡 我想可是我没有想要喝那个Hello Kitty 小樽音乐盒就是在这里 在哪里 就是你看到有一个蒸汽钟那里 这个吗 对 小樽音乐盒 蒸汽钟 它就是日本最大的音乐盒专卖店 真的假的 真的 它里面的音乐盒有高达3000种 喜欢音乐盒就一定是来这里买的 然后这个蒸汽钟 它是小桌音乐盒的象征 它有1.5吨 不过它里面一定要买的是 蒸汽钟音乐盒 那我们要买一个吗 不知道欸 那个是他们的原创商品 是必买的 而且它比较厉害的是它可以客制化 就是你可以选自己配件啊 音乐啊那些有的没的 那我们买一个 有机会的话 有机会的话 真可爱 真可爱 这嘴嘴是你耶 这嘴嘴是你耶 它这是做娃娃还是做音乐盒啊 那是娃娃吧 居然只用2000个日币 真可爱这嘴嘴是你耶 嗯 你都叫你我的嘴巴 而且这里还有迪士尼系列的商品 而且是有杯子的 麦 而且其实是你 现在比较失控的是他不是我 这位要不要买 就要去迪士尼就能买啊 对啊 刚刚我们先去操汤店位 然后先来吃甜点 那它呢 二楼是咖啡厅 一楼是伴手里 那三楼呢 是有那个免费的展望餐 那这家店非常好吃 北海道来一定要吃的甜点 但是台湾其实也有的来到本地吃的 感觉就是最对位 没错 而且生意很好 然后那个咖啡厅要等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就先取票后卫 繁体中文 取得一张票 四个人下一页 得到一张票 就拿到它了耶 它说你用LINE去扫那个QR Code 就可以知道到谁了 另外呢 有一支综合的冰淇淋 就是牛奶加起司的综合体 所以我们先来吃冰 然后稍微晃一下 就等时间到就是吃甜点 不过它旁边一楼 也有那种外带式的小蛋糕 所以你也可以带着 就是回房间吃这样 我觉得还是在这里吃 会比较有那个感觉 十分 没错 我们已经进来了 但是不用十分钟就进来了 它那个上面写六十分钟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安全起见吧 下下你 它的菜单上面 就有蛋糕跟饮料的搭配组合 但是也可以跟大家讲说 Only Take 就是只有蛋糕的 就是不用有饮料这个公司 我们是全部都点蛋糕啦 蛋糕一个大概是四百五左右这个价格 也有五百多 如果你是一个蛋糕跟饮料的组合 是九百九 九百九日元这样子 我们没有想要喝饮料 因为等一下还会继续吃 好 就等蛋糕 先吃吃看布朗尼 有点甜 但不会太甜腻 然后布朗尼是什么 栗子做的吗 有栗子香 但是口感很绵密 但是招牌第一名必吃的起司蛋糕 好好吃喔 这起司味很浓 中间的那个奶油入口即化很香浓 起司香跟奶味很浓 这是五层的巧克力 喔 这巧克力好浓喔 它每个都很浓 这好吃 目前起司第一巧克力第二 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 腔条的巧克力 里面有加什么巧克力奶油跟巧克力碎片和草莓 这下面口感比较扎实 加上鲜奶油的橙子很鲜明 因为草莓所以没吃起来那么甜腻 这第三名 这最后一名 下一站六花亭到了 开五点打烊 现在四点四十几分 直接冲进去了 六花亭剩十分钟 冲啊 这个六花亭我们匆匆忙忙的走进 因为它好像五点就关了 那它呢也是老牌甜点 看1933年就有了 那必买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萊姆葡萄奶油夹心饼干 我之前有吃过全家 但是没有很喜欢 因为感觉酒味有点浓 还有那个什么酒糖啊 草莓巧克力啊 也是必买 那我们在这边是要买 带回台湾的 还是在这边吃的 买那个在机场买不到的 好 可以酱起司蛋糕啊 什么松麒麟啊那些 那我们先去看 它泡芙皮很软 但是里面卡士达那些很香浓 而且很多超重的 非常实在 好吃啊 好吃 看起来超好吃的 这里面是柠檬馅啦 酸酸甜甜的 吃起来脆脆软软的很清爽 下一站背过咯 在溜花亭的旁边 啊啊啊它关门了 它关门了 不 5点欸 它们都5点关也太早了 走吧 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去逛运河了 走走走走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运河了嘛 嗯 那就出发吧 我终于来到我最想要去的那个 小珠运河了 嗯 那这运河旁边啊 右手边这个 它是一整排的红砖仓库 啊这里啊是以前北海道的金融种地 所以它有北方的华尔街之称 啊这里也就有保留了 就是当时很多那种西方的文化 所以会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 建筑屋 然后你看那个小珠运河旁边不是有灯吗 它那是没有路灯 它是从傍晚啊点到晚上12点 好厉害啊 嗯 这真的很漂亮 我们现在要等晚上然后拍照 那我们等一下晚上再来看一下运河吧 嗯 这个小珠运河我们现在是来到它的中间点 就从那里走过来 一小段路但是很滑 非常滑 那它旁边有那个运河可以坐 目前好像还有两班 啊不过我们没有要坐 那它除了可以用运河 来欣赏小珠运河的风景和夜景 好像还有人力拉车 真的假的 对只是现在应该晚上没了吧 它晚上还蛮漂亮的 废话啊就是来拍晚上的 啊白天也很漂亮 就是你晚上看过去 会看到旁边的康库的倒映在河上很漂亮 对 然后加上梅灯的点缀就是整个很浪漫 很有感觉 嗯什么感觉 浪漫的感觉 哦 就这样吗 吃饭 那我们就在这边看一下 然后然后就去吃饭 吃炸鸡吗 嗯 出发 好走吃炸鸡 这一家洛基时代是 来小村必吃的美食 大家听说建议避开巅峰时间 比较不用等太久 那我们今天可能是上班日吧 人比较少 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先抽号码拍 然后再进来这个等候室等 就不用吹冷风 那我们现在就是等座位 来这里一定要点他们这个 弱鸡半身 然后跟这个台阳鸡 啊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套餐 跟一个这个单点的 结果店员打错了 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日文所以看不出来 送成单点这个 然后这个又做成套餐 嘿嘿嘿 这会不会吃等力啊 它的炸鸡是有鸡皮的吃起来很香 而且完全不油腻非常的脆耶 鸡香很浓 还有鸡汁 所以是外脆内嫩又多汁 然后又有点咸香 还有定食油饭 腌制萝卜 味噌汤 两半豆腐 这个是鸡肉串烧 感觉还蛮好吃的 这鸡肉好吃咧 咸咸甜甜的而且很嫩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什么面 他们点的看起来很像 鵝啊米爽的清汤 这真的是面线耶 然后汤很清澈 不会油腻很清爽 我们现在在杂黄电视塔旁边 就发现这一条很漂亮 不知道为什么要特别的装饰 但是要欢迎我们来 你是谁 我是Nobody 嗯 那怎么办 我们买完票了 一张一千块 就是来到这个杂黄电视塔 你要先到三楼买票 那票你也可以在网路上买 也可以在现场买 啊我们是选择在现场买 现场没什么人 跟东京铁塔比 他人数是差蛮多的 对啊 然后他的那个电梯啊 好像是60秒可以达到最顶楼 电梯开了耶 那我们就先坐电梯吧 嗯 这个地方他可以看到那个大通公园下面的景色 大家必拍的打卡地雕 其实杂黄电视塔 他其实又叫杂黄铁塔 也就是东京的铁塔的概念 嗯 其实他这里就是每年的杂黄雪季啊 跟花季都是在这里办的 就是从这里可以看下去那个公园的美景 圣诞节应该很漂亮 那这里啊其实曾经是有获选日本夜景遗产 真假的 又还蛮厉害的 但是可能我们看过其他的就会觉得好像嗯 还行 不过我觉得这里主要漂亮是因为它有雪 雪跟灯靠的点缀看起来很满满 对很漂亮 很漂亮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景色啦 对啊 那我们就先看夜景 昨天第一下来咯 三楼这里就是伴索乙区 各种北海道名场伴索乙区 应该都大同小异啦 它这里的白色链呢 有小的这个 很像是附近的地方 不知道 我等一下回家试试看 然后才买了一个这个 拿来杂黄地买的杂黄门绝 因为我朋友说很像台湾版的内内补给站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形容词太结了 我就买了一个小的 试试看 哦想要买这个 但我跑到卖完了 找不到 到在哪 买完了 怎么偷叶啊 然后我们在那个 杂黄电视塔的外面门口 看到了一台很特别的东西 它很像是牛奶蛋糕 一杯是880元 不是很便宜 但感觉很扎实 那我们回到饭店了 有个小插曲 就是这几天我们其实一直想要吃一个烧烤店 就昨天而已 我跑了三家店 然后全部都刷到预约 而且有些好像就是 听起来就不太给外国人订 因为就是这样我们今天早上呢 在离开的时候就请柜台 帮我们预订 从第一名罗列到第三名 就是他帮我们问了三间 对 真的帮我们订到了第三家 而且 这家hotel就是非常细心 他还有把 第三家的使用说明书写在上面 写日文跟英文 然后他还怕我们就是 去的时候会没有办法表达 说到底是 哪一组客人 哪一组客人 他就说你就去跟他讲 就是这家hotel订的 嗯 这家hotel很便宜 没想到饭店人员还这么的细心 我很好 真的是 除了昨天好像洗澡的时候断了一下水 就是等了大概十分钟就好了 大家早 今天是我们来到北海道的第四天 最后一天了 我们终于要回家了 好累喔 我不想回家啊 在前往美英的路上 我们先下一个休息站 然后他里面有一台很可爱的小娃娃鸡 非常的可爱 所以我们要来试一下手气 看一堆可爱的小鸡 全世界都知道你在夹娃娃 靠一个都没有 给我一只宝 他真的有保底 他真的有保底 他这绝对是保底喔 好可爱喔 真的有保底耶 一只小 很像小薯鸡 好可爱喔 我还以为可以加很多只耶 好可爱 这两只夹到粉红色跟黄色的是好朋友喔 超莫名其妙 在这里夹得很开心 好可爱 他这一个感觉比有珠山的东西还要多 然后甜点看起来都很好吃 而且还有这个蛋白 这里的东西每一样看起来都很好吃 有一堆伴手礼 又是一堆伴手礼 然后还有熟食餐厅 想要来休息的 这里可以下 我们这一站是来到美英之丘 就是来到北海道美英的六大特色民宿 那这里有六棵树 然后它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色 所以是吸引不少喜欢摄影的人 这一棵树叫Mind Seven之丘 也就是1978年的香烟电视广告取景地 那对面呢就有停车场 这两个白痴呢 一直蹲在这以为我会拍到他们 现在我就来拍他们 其实原本的树比较多 但是好像已经被砍掉了一些 真的假的 所以面积变得比较小 就是那一撮 就变那一撮 然后你完完整整地挡住那一撮了 我知道了 带你上来啊 哦 因为我怎么在照自己 它这里真的很漂亮 很好拍 如果你有开车自驾的话 其实这里是可以来拍的 很漂亮 那它旁边都有线围着 就是不要超出那个线 就在这里静静地欣赏它 在这里拍照就可以了 第一站就先来这里拍 现在第二棵树是七星之树 也就是你旁边这一个 很大一棵的 很像博朗大道的那棵树 金城武之树是不是 是这一棵啊 金城武之树 对 其实是它 大家都在拍那个 因为那边很壮观 很漂亮啊 现在只是地标而已 但它不是主角 原来如此 它是1976年被选为 七星观光香烟的烟河图案 所以它也被叫七星之树 这里也有停车场 很方便 比刚刚那里更好停 这里的风更大 好冷 我的手都快冻僵了 那怎么办 这里也很漂亮 超好拍的 一望无际 那有够美的 好美 还好今天来天气很好 那来这里大概就是要小心 不要走到那种 积雪太盛的地方 因为你看不太出来 所以就尽量走有脚印的就好了 接下来这一站来到了是 Cain & Mary之树 这个Cain & Mary的树好像有90岁了 它是1972年汽车广告 然后因为那个广告里面的情侣啊 名字就叫Cain & Mary 所以叫做Cain & Mary之树 它旁边的这个屋子 好像欧洲小屋喔 好可爱 展示牌呢说 站在这里拍是最美的 嗯 漂亮 晚宴午餐来吃春平洋食 创立于1970年 比我们还要老 但它是这里很有名的洋食餐厅 他们外面有停车场 所以你开车来不用担心 没有位置停 那他们必吃的就是炸虾料理 可以做成丼饭跟咖哩饭 不吃虾的也有猪排炸鸡可以选择 听说他们炸物很厉害啊 所以就是 要少点炸物 对 四个炸物 还一只冰淇淋 它这里甜点的话有这些 冰淇淋 冰淇淋 那饮料的话还有咖啡这一些 它看起来很像没有中文菜单 所以只有英跟日 你可以拿那个翻译机 一起来对照一下 这是一家好像蛮多名人来吃的 墙上一堆那种签名的 那我们就先来点餐 这是三本的炸虾丼饭 这是西套餐 看起来很像是鸡肉卷 它的炸虾有两只 这个是我们点的炸虾排咖喱饭 看起来好吃咯 它的咖喱好浓哦 哇 还好吃哦 看里面的虾超大只 很Q彈 然后外层很脆 酥酥软软的好吃 不过偏咸一点 这是我们的咖喱炸虾 先吃原味 它的汤好厉害啊 它的汤料感觉很多耶 就是猪排肉很扎实 就是有很多汁 那外层的话就酥酥的 我觉得它炸物都算不错 不过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嗯 你还没吃 我要吃 这我也要吃 加一点咖喱 咖喱很浓耶 好吃 那汤好喝啊 汤我觉得不错 就卫生汤 这个这家也不错吃 米饭也OK 咖喱也很浓 只是游客很多 这一站来到森林精灵路台 那在进来之前 它这里有地图 它总共有15家店 店不多 它的车子可以停在 新富良也王子饭店的停车场 然后直接走进来 啊不用门票也不用停车费 是吗 看起来很像是耶 对 它感觉很像是饭店里面附设的一个 它是饭店的停车场吗 因为它其实离饭店还有一段距离 哦 它是在饭店的前面而已 对 它这里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空地 可以让你停车 好 那我们先下去看 那这个地方呢 一年四季也是有不一样的景色 不过大家比较推荐冬天 因为会有白雪覆盖 就很像精灵小屋 很像那个明星片里面的 梦幻场景 真的蛮梦幻的耶 对啊 啊里面都是一些什么 特色手工艺店啊 咖啡厅啊 啊每一间都不一样啦 啊晚上来吼 会更浪漫 就是有灯光的点作为 会很梦幻 感觉好像是哦 这边都有灯泡 它其实不管白天拍 还是晚上拍都很漂亮 不过晚上来真的要小心一点啊 要不然这边地很滑 你可能摔了乱七八糟的 尤其是现在好像已经在溶雪了 还好屋顶上还有那个雪 它的店呢都会有店名 像一个木牌这样子挂的 不过里面好像都不能拍摄 对啊里面都小小的 小小的跟你一样小小的 我不是大大的 嗯 所以它就是这样一圈吗 它其实不大但是就很好拍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会来这里 很像梦幻小屋 童话故事 欧洲小镇里 我好想住在这里哦 怎么办 那你就住在这啊 我如果这样子会不会吓到老板 会把我捡抓你 我如果坐在这里 有没有像白色恋人 白痴恋人哦 那怎么办 前面就是咖啡厅 真的哦 就是我们要去那个 对看到人聚集的地方就是 嗯 这边好漂亮啊 就感觉好像会有一只狼跑过来这样 好像会有小东西串出来 要吃吗 我现在吃不下 我也吃 看一下有什么好了 它这个蛋糕种类少 然后也不便宜 但听说还不错吃 它说入场无料啊 要不要进去看一下 要不要吃再说嘛 哦 这应该不是吃的吧 没有 哦这是资料馆 你以为只要看到房子就是吃的哦 对 咖啡厅在这边 哎对耶 这才是真的学人嘛 而且它还有流海耶 很可爱 这个好厉害哦 这是谁做的好厉害哦 饭店的吧 这是你 不知道怎么进去 那来一只松鼠 这里有一只耶 好厉害哦 雪中的兔子耶 真可爱 现在来到了另外一家休息站 它的休息站的冰柜啊 东西都不太一样 那看起来都很好吃 吃这个哦 好厉害的泡芙的起司蛋糕 你要不要吃这个 它有饺子 还有这个蛋糕看起来很好吃哦 它每个东西都看起来很好吃 它每个都想吃 它有那么多肚子 这一趟五天四夜的北海道之旅下的操作 好像四个休息站 有两个是同一站 是左右两边不一样 然后有发现它的东西呢 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有可能就是 如果你有想要买的话 你可以加减买一点 因为机场跟年税店不一定会有 我现在是吃晚餐 这家餐厅就是饭店帮我们订的 进来就直接把饭店给我们的纸 然后给店员看这样子 对 因为其实蛮复杂的 所以我就直接拿这张纸给他看 反正就是找到我们的定位 然后它的菜单就真的是全日文的 我们是用那个Google翻译机翻译的 应该是不会差太远 它的低消是每个人要一杯饮料 那我们就先吃晚餐 它饮料来了 四杯看起颜色很漂亮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小菜 小菜是这个 应该就是沙拉吧 这个是绿茶酒 这是科尔比斯巨峰葡萄口味 这个是乌龙茶 这个是梅酒 加的都是冰块 我们的串烧来了 它这里的料理都是以串烧为主 炭烤的串烧 鸡鸡鸡 看起来很好吃 好好吃喔 好咸喔 你要去贵台汉 炭香超浓的 但是好咸喔 就是给你下酒的 它这个是培根芦笋 好好吃 好咸喔 它的猪肉很嫩 里面的芦笋超脆 嫩又多汁 好吃但是好咸喔 一样烫火会超浓 结果这个是鸡软骨 不过应该还是很好吃 很脆 甜度有酱鸡一点点 它可能有听到你在那边呐喊 这个超好吃 很嫩很多汁 而且没有想象中的咸 加这个没什么感觉 因为油盐太小刻了 它那个是扭蛋猴巴 但是真的超好吃 就是这个 必吃 这应该是鸡皮的吧 好好吃喔 它鸡皮超脆 很浓的 鸡皮油脂香 吃起来脆脆QQ的很好吃 这是培根麻糬 超好吃 它的麻糬跟台湾不一样 是整个很软Q的那种 加上培根的口感 增变很浓 这个也一定要给 这个鸡肉丸 我们点了三种口味 它好像也只有三种口味 一个是加半熟蛋 一个是加紫薯椰 这个是淋上起司 而且还是会坎西的起司 它的鸡肉丸都很好吃 这家整体而言我觉得蛮好吃的 只是刚开始吃有点不太习惯 因为你会觉得好咸 然后吃到后来就 渐渐觉得那个鲜味好像可以 不过后来它鸡肉丸那些好像都没有很咸 我觉得是第一个比较咸 其他都还好啦 大早今天是来到北海道的第五天 一大早我们就要回台湾了 但回台湾之前呢要还车 还车之前呢要先加油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来加油站 把油给加满 因为我们车超脏 这是什么东西啊 打去什么深山荒郊野外之类的 你的行程都是这种上山下海啊 会把车弄很脏的 这样才有记忆点啊 因为如果一直买东西的话 我会不记得我干了什么事 那我们现在就去还车 嗯 到还车的地方了 要还车了怎么办 我们到了 总结一下这一次住宿的感觉 就是这一间住了三晚 虽然它很便宜 床也不错 空间也大 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的水压好像会不够 就是你只要关水了以后 就没有水了 所以两间房 我们这一间就停了一次 还没开 然后我妹他们那一间呢 就停了两次 停了以后再等一下下 它就会有水了 所以大家自己可以振作一下 电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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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电梯的旅客 请赶快上电梯 地点的话 虽然没有比小路很近 但是它对面就都是超商 右前方 那是厕所吗 对 好当好多没人耶 太早来 附近啦 那它这里有一个萤幕 它就是可以拍照的 可以看到自己跟动物合照 好可爱喔 你看它趴起来了 哇 熊耶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国内县购物 买北海道的伴手礼 来到北海道它是不是只有国内县 比较好卖 国内县非常 国际县也有但很少 非常少 所以大家都是在国内县买 那这里会有地图 标示说它这边有什么贵味 什么好吃的 那边呢是北海道市场食堂街 还有北海道图产免税店 走 这个北海道必吃的冰淇淋呢 这边也有卖 一样跟李小鹿卖的价格一样 500块一只 就是想赶在飞机前吃上一个好吃的冰淇淋 这是个选择 这边呢也有在卖那个保养品的地方 我妹就进去买我妈的保养品 好干净 好大 完全没有人 他们真的在买 这看起来好漂亮喔 这是香水棒 然后还有这些东西 这是韩国的吧 因为它这里写韩文啊 这边的话还有卖那种 几岁适合吃的保健食品 感觉好像很有用一样 B群 这应该是吃漂亮的吧 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 那这个保养品还蛮大街的 那它旁边呢 是有专门卖伴手禮的地方 吃的这边都有 还有那种很像熟食可以直接吃的东西 Banama 就海鲜产品 太扯了 这东西可以扛上飞机吗 帝王蟹角耶 这样一份35800日元 有够扯 它这里还有教你如何食用帝王蟹角 这里备注也超大一个 这很浮夸啊 你看那个帝王蟹角 然后还有鲑鱼卵 有够夸张的 它这里是一整只的帝王蟹 不够寒耶 那旁边呢 一样都是零食类 伴手禮类 这些都有 不过有些柜位还没有回来 所以是空的 但是应该也很足够大家买了 好走 我们去国内线 这里还有家雪印 有卖饮料 冰淇淋甜点 东西怎么那么空 好可爱喔 没有耶 好像过不去耶 没有 开始逛吧 这也是妖装店 好先进去 从尾端开始晃回去吧 就是妖装还没买期的啊 就可以在这里买 不过价格是少贵一点啊 那这里还有包包 那这个牌子的东西 还有这个 也是必买 这个是巧克力加草莓 这个是巧克力加杏仁 一个这个九路的900元日币 这个原味的也买了一个 这个原味的有10个 一买一盒 900元日币 这个原味买了一盒800元 还买了一盒这个 它叫做炸黄咖喱鲜杯 一盒723元 这个是洋葱口味的马铃薯 一盒是1000元 还有买一个六花亭的五入648元 这个六花亭的巧克力100克528元 哈密瓜也一定要买果冻 这这个饼干啊 它有很多种口味 每一种都可以买 它这里面还有卖一些电器 饮水机啊 蒸饭锅啊 吹风机啊 韵斗 水壶 刮壶刀那一些都有 还有这个洗点的牌子 这个虾饼也是必买 好吃 最后我还是打算来吃这家冰淇淋 也不然真的什么都没吃 也太干了 怕这场太无聊 大家都不想看 这个北海道冰淇淋 味道完全就是牛奶 非常的北海道牛奶冰淇淋 所以如果你来这边 新鲜碎机场 太早来 啥都没开 就来吃这个 解锦液 那就先吃吧 刚看到大家都拿了这个 所以我走过来 看一下什么口味 来试一下 来做最后的挣扎啊 卖冰淇淋以外 还有这些炸物 来看一下有什么 哦 还有糖洋鸡 谢谢 这是我们最后的挣扎 嗯 然后还要买个糖洋鸡 好吃吗 有点咸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搭飞机了 回台湾了 怎么办 要等下次了 拜拜北海道 下次再来哦 嗯 拜托